在二十萬以下的小車市場 的確競爭激烈 有些售賣空間 有些售賣實用性 今日我測試這部售賣甚麼 新動力組合及售賣操控 它就是第六代Polo 第六代Polo轉用了全新的MQB車架 機械亦是全新的 從來未在香港發售過的 一公升三缸Turbo 115匹輸出 200Nm牛噸米的扭力 以一公升的容積來說 馬力及扭力的數字了不起 波箱7速DSG 初步感覺好駕駛就必然 因為MQB車架非常之硬 而這個引擎給予我驚喜亦很大 你不要小看這115匹 但出奇地它的轉數及速度 Pick up 都是很快 很爽朗 我覺得跟之前的1.4駕駛 分別不大 都是很積極的反應 油門反應很快 你要加速 要推動它 它又不會有甚麼等 因為波箱的轉檔效率很高 不需要怎樣等 是一個很好的機械組合 雖然它不是一部特別高性能的版本 跟我駕駛的GTI的下盤調較 的確有一段距離 但你要從快車上來 這部車能夠給予你很好的信心 很硬盡 撐彎很好 的確有驚喜 運氣 至於其他方面 人人都說我讚福士 其實真的不是 好車我讚 沒車我照顧 不要緊 我今天找了一位朋友出來 他最近瘋狂地去看小車 幾乎甚麼小車都駕駛過試過 不過還未博取 由他試 看看他怎樣說 我試了幾輛車 我都覺得這輛車架比較硬 其次引擎1.0Turbo 有115匹 其實馬力也很足夠 其次DSG的波箱反應夠快 不過比較可惜沒有轉波撥片 我覺得比較有驚喜的地方 就是有無線充電 不用搏線搏來搏去 其次我試過很多輛車 小車來說都沒有天窗 這輛車有 又可以打開吹風 比較舒服 自然 其次全車有個頭的LED燈 這個都是我比較欣賞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我不太喜歡 沒有engine start 沒有電子手掣 其次沒有電子手掣 其次沒有電子手掣 還有冷氣的扭扭按鈕 好像設計比較老舊 這輛車的後座比我想像中闊 我坐上來前面也有三個拳頭位 其實空間也不錯 我打算一般歐洲的小車 其實也沒有那麼闊的空間 不過唯一不足就是中間的馬鞍位 突高了 如果坐中間 就要分開腳比較辛苦 其實我試過這麼多輛小車 我覺得這輛最平均 力和操控都比較理想 但是說到如果20萬的價錢 似乎有點overpriced 如果是便宜一點 可能有機會考慮 全新一輯全球流行 Dream House體散癮